这是一群小农在国际打团体战的策略 而在台东也有一群人用行动守卫着海岸线 但这个故事要先从飘香台东84年的老味道 公车麻吉开始说起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称号呢 原来早期第二代做好麻吉要到市场摆摊的途中 才刚刚坐上公车就有民众征商过来买 大家都知道公车上有这么一位麻吉阿嬷 这个老味道到第三代却不易接手 他北上打拼又屡屡失败 一直到走投无路回到家乡 才又想起了儿时的好味道 于是创新研发出 把出路牛奶加入了麻吉当中 终于找回人生方向来 成功之后他成立富山富渔区 决定为父亲守护东海岸 要吃什么咖啡 Q卵的尺上米外皮搭配可口内馅 来到台东 无人不知晓的老字号公车麻吉 有84年历史 过去就在街头沿街叫卖 我煮一下就比较大 好吃喔 陈宏金被在地人称为公车麻吉阿嬷 原来早期他坐公车到市场摆摊途中 大家总是忍不住在车上就买麻吉来吃 于是这Q卵甜蜜的滋味 就成了台东人的共同记忆 台东是几乎都吃过他的麻吉 因为妈妈早上都做好麻吉 然后过了公车到菜市场去卖 然后到一些县府 银行 到外 1934年 陈阿嬷的父亲从南投来到台东 意外就起落海的日本人 后来日本人为了感念他 才传授麻吉制作方法 我们爸爸他以前日本人在这里 他有救到他 他这次给他做麻吉 他带着日本人在这里 他就给日本人做 他跟他做一行 都是红豆 都说阿嬷阿嬷 掀开蒸笼 蒸过的池上圆糯米 白胖胖 软绵绵 散发淡淡米香 第三代的陈志诚 每天都必须起个大早 赶在客人上门前 做出麻吉的香Q外皮 因为蒸好的时候 里面会有空气 一个洞一个洞 然后空气在里面 所以把它搅拌均匀 它就会会比较Q一点 选用百分百的池上圆糯米 作为原料 蒸好的糯米团 用双手来回骨头搅拌 直到变得像少女肌肤 光滑有弹性才能起锅 细致度是大概 有点光滑 差不多了 比较Q的 一 二 三 这是谁家里做麻吉的 当然是妈妈 从小就在家里就会跟着做 几岁的时候 过小的时候 热腾腾的麻吉外皮 透过不断翻面来降温 还要抓紧时间赶快包入内馅 否则太热不易成型 太冷无法紧密粘合 陈志诚的太太林一慧 从国中就来打工包麻吉 花生 芝麻这两种粉状内馅 最考验包麻吉的功力 线太多也会太甜化 它太少又没芝麻的味道 我练大概快一年 才把它包得算及格比可以卖 只是从小包麻吉到大 年轻人哪耐得住性子 国中毕业 他也曾到外星市 做过黑手铁工等工作 打拼十年下来 他拿出积蓄创业开店 却因为经营不善 前后倒电六次 出去跟婆家那边吃饭 我都不敢去 因为没钱可以付钱 所以我就叫老婆去吃 叫我不敢去吃 自己待在家里 因为家里要聚餐 身为女婿的我 没有办法付出餐费 创业失败 欠下五六百万元债务 被压得喘不过气的他 好几次有了情深的念头 因为平坚夫妻百事哀 因为常常跟老婆吵架 那个念头就会 想到那个时候 那个吵架的时候 就念头就会 想要去死的念头就有 因为第一个小孩要出生的 想说不可以让小孩子 出生就没有老爸爸 对不对 就还是硬拼了 2009年 他下定决心背水一战 在台东北南 再度开了麻吉店 为了开拓客源 他灵机一栋 把这家麻吉 和在地特色 完美结合 就这样也算下重门啊 很贵很贵 出入鲜奶是我们台东 最贵的鲜奶 冰冰凉凉的鲜奶麻吉 拼过不会变硬 用创新手法 以家乡食材 碰撞出新火花 从小在台东山源海边 长大的他 每回看到凯 总会想起 已经过世的爸爸 因为爸爸是渔民 所以说 从小就是 到海里游泳啊 然后 钓鱼啊 几乎每天都窝在海里啊 所以才能倾向是 因为有人放王 有人毒鱼 他破坏那个珊瑚礁 连海草啊 都死光光了 所以说 完全都飞成一片死急 山源湾 早期渔类金源丰富 二十多年前 因为过度捕捞 海域生态破坏殆境 他与上百位在地居民 发起成立 富山富渔区 守护东海岸 浅到水里面去 把渔网啊 垃圾啊 清一清 曾经还有清到轮胎的 渔网因为放了鱼 放了以后 他们都不收嘛 然后就卡在那个珊瑚架上 然后那个鱼都 没有办法在那边生存 就一直破坏那个环境 然后把那个渔网清一清以后 那个珊瑚就会生出来的 鱼就会过来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如今渔群回来了 湛然无瑕的海天一色 成就台东最美丽的海岸 而他也把对父亲的思念 化为一颗颗麻糬 因为爸爸是 海的味道 湛然的太平洋 对他来说是私命的地方 陈志诚用双手 把对父亲的爱 与对家乡特地的关怀 保紧一颗颗颗滑结中 做出令人怀念 有温度的好味道 我们下期见